俄罗斯和乌克兰开战 股市短期大跌后却迅速反弹 快速的反转令投资者们惊讶不已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栏目 我是Emarina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僵持了 一个月之后在上周 这两个国家终于开战了 当俄罗斯和乌克兰打出第一身火炮的时候 全球股市受到重挫 其中最惨烈的当属战争国的其中一方 俄罗斯的股市在开战的同一时刻 俄股直线下滑之熔断从高点崩盘近50% 欧盟 美国 英国和其他的盟国达成协议 要将一些俄罗斯银行从全球银行间系统 这个全球金融机构使用的 SWIFT国际支付系统中排除出去 而像原油黄金这类避险商品则全线上涨 东方分析师认为 股市的低迷将持续一段时间 让爱丽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仅仅在两地战争的后面一天 股市就迎来了第一波上涨 美股 欧股全线上涨 连俄罗斯股市也迎来了猛涨 似乎俄乌双方对战对市场的影响 并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剧烈 然而接下来 欧美对俄罗斯实施了更加严厉的制裁 周末的时候 美国与欧盟联合声明中 称将确保他们选中的俄罗斯银行 与国际金融体系脱节 并损害这些银行在国际上的经营能力 除此以外 欧美将会对俄罗斯的央行的外汇储备 作为攻击对象 全球市场避险情绪显著提升 资产暴跌 标普500期货和纳斯达克期货 分别下跌了不少 而黄金和油价则又开始攀升 为过1月和2月的情况 全球市场在2022年开年到现在 已经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 3月的到来 也让我们再次把关注点放在了 美联储的加息政策 目前市场已经默认 美联储将在3月份开始加息 并且加息将在50个基点 一些投资者可能会好奇 现在又是战争 又是经济制裁 再来一个美联储的加息 股市是不是要不行了 还真不一定 3月的加息对大家来说 是一个已经既定的事实 而经济制裁和俄乌战争 也已经是大家默认会发生的事了 那么既然已经是已知的消息 那么市场早已经把这一部分的影响 反映到了股价上面 这也是为什么 股市在俄乌战争当天恐慌下跌以后 第二天被变大幅反弹了 关于市场和产品走势方面的清晰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 随时联系GoMarkets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